这道理,我最近的研究如何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拒绝别人 我是真的很羡慕那些对别人的要求勇敢说不的人 我回到现在,好像只能拒绝我妈 比如,我妈让我把玩洗了的时候,我说,我不想洗 我妈让我别玩手机的时候,我说,我就想玩 说实话,我生平最佩服五种人 看片不快进的人,看片不哒哟的人 看完还没哒哟出来的人,哒哟了还能看完的人 但是,我最佩服的还是能没有一点心理负担要求别人帮忙的人 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要求得豆腐快的杯子 偶尔会有人过来抽查 那个时候,我们宿舍有个女生,毫不夸张地说,她体型真的很大 就像那个蜜雪冰城的雪王,一屁股能把我坐似的那种 所以,我尽量不和她冲突 叫她说出来,小马,你帮我叠下杯子呗 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完了,我要叠三年杯子了 别人高中谈恋爱,学习语术外,历史政治 我高中被霸凌,学习叠杯子端水当家政 这可能就预示着,我大学选择酒店管理专业的宿命了 不过庆幸的是,豆腐快杯子的规定 到了大学,你就会发现,需要你说出拒绝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周末的早上至中午的那段时间 整个宿舍静悄悄的,就跟穿越进了寂静之地一样 科普一下,这是一个恐怖电影,一旦发出声音,就会死 但是,只要你下了床,寂静之地就成了中华小当家片场 开始报菜名了,水辣粉,谢谢 二楼牛肉面,谢谢 一楼排骨饭,谢谢 为了不坐宿舍带饭人,我甚至都学会了点脚走路 脚尖轻轻着地,脚后跟微微抬起 步子不能太大,要细细碎碎的 那段时间,小青还以为我被鬼附身了 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要说了 你正好出去买饭,帮室友带一下怎么了 这还值得说出来吗,你可真是个矫情的贱人啊 不闪,一个宿舍四个人 带饭人要一个人提着四份饭从食堂回到寝室 里面可能还有汤蕾 而且有些窗口在一楼,有些在二楼 最重要的是,有些人会偶尔忘记给钱这件事情 真真的,如果带饭可以凭借我高超的点脚技巧躲掉 那直接面对别人对我的请求的时候 我说了行,好的 说出其他拒绝的话可能都是对我的一种为难 小马,你可以借我一下你的爱情一会员吗 我可以上一下你的网者号吗 表面上我是 哦哦,你上吧 内心我是 啊,你上个屁啊 我农场的小鸡,吃一点凉,你都要给我打一顿 你哪来的脸长我借的呀 然后到了晚上,看着他用我的网者号和别的小哥哥打游戏 我只能在被窝里 哥哥打得真好,你看我娘的皮肤好看吗 鱼,吐,下次再也不寄给你了 说实话,毕业一年多了 我已经学会了怎么拒绝 因为我发现从小妈妈就在教我拒绝别人的方法 在我想要她给我买根冰棍的时候 她说,你看我像不像冰棍 在我想要是麦当劳的时候 她说,我看你像麦当劳 不要害怕拒绝别人 你不会因为说不,失去一个好朋友 也不会因为说可以,多出来一个知己 也许在高中的时候就应该说出那句 我也不会跌,你自己跌吧 我是一个穿着公抓的社畜 时候执着穿的地铁就是客户